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首先欢迎各位再拿到我的课堂。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设计模式这一节课,进入到我们第三个小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头呢,我们要拿这一个Gang4的TN设计模式来当一个例子。 让大家来练习怎么样子来拿这个EIT造型来组合,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组合出这个TN的这个模式。 那么未来你就更容易领悟组合的技能。 那未来你就可以依循这样的技能来组合出各种的设计模式,不只是TN的设计模式而已。 那在这里呢,我们来谈谈这个TN模式的基本要素。 它的基本要素就是IOC,也就是控制反转。 那它是一种基础的基本结构。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了解了,这一个EIT造型就是TN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也就是 TA模式其实是实现的 IOC的一个 基本的模式 这就是 刚刚破的 TA模式的基本图 这个图呢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 积类 这是 子类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一个 是属于JECO JECO的部分 就是抽象的函数 所以在子类 要实现它 那这里有一个迹象的 这是一个迹象的函数 迹象 然后这是抽象 这是迹象的 然后 它来扣它 它也可以扣它 就这样 那这个就是 这边是给客人来用的 这叫做Temperate的Messor Pattern 所以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EIT的造型 的一种 单一的组合 那这是E 这是I 这是I 这是T 所以它背后 其实就是一个EIT的造型 所以当你学会了 一个EIT造型 就可以通过EIT造型 来认识 快速的 认识Tem的模式 那既然这是I 所以往下调用 这就是IOC 因为各位对EIT已经很熟了 所以一看就知道TemMessor 它的一个 基本的逻辑 跟它基本的结构 只是它都加了一个 这个迹象的函数 其实迹象的函数呢 只是要来往这边调用而已 那它是给Client来使用的 给Client来调用的一个对外的接口 就这样而已 所以呢 我们再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加上一个Temperate的Messor 就是EIT 就是整个EIT的造型 再加上一个 特殊的一个TemperateMessor而已 就构成一个Tem的模式 所以呢 这个Tem的模式呢 主要是这是一个对外的接口 这是对外的接口 那目的呢 是要给Client来使用的 所以 这个Temperate的函数呢 就成为Client的一个接口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一边是属于对 类对T的接口 对T的接口 这一边 是属于对T的接口 所以 它有两个接口 这个 叫做Client的接口 这个我们就一般就称为 这个 EIT的I的接口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Android里头 有多少Tem模式 那我们就说 协会的组合的Tem模式之后 接下来就会来 从EIT到Tem模式 到真正的一个创新的应用 所以在Android的绘图上面 有Cabas 这是画布 画布 那这个画布呢 会可以把画布上面的图呢 把它显示在View的 视窗里头 那么 因此呢 这是一个Android的基本的绘图的结构 那么 因为View是一个基列 所以我们可以从View的基列中 再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子类 那也就是提供各式各样的一种窗口 来让我们的图可以画在这个画布上 然后再显示在窗口上 那这里头的View的基本结构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Android的View的一个类的体系 就是有View 然后有子类 因为是TextView 还有ImageView 还有Button Button在最下面 Button 还有EditView 可以让我们输入一个数字的 OK 所以 这个是一个TN的模式 那为什么可以看出来TN模式呢 因为 这是E 这是E 然后呢 这是I 有没有看出来 这是I 这是一个抽象的函数 是一个I 这是I 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 这个就是T咯 所以 这基本上是一个EIT 只是都加了一个具象的Draw的函数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TN的一个模式 所以了解了EIT之后 你很容易理解TN模式的一个运算的逻辑 所以在Vue 所以在Vue类别里头 所以在Vue类别里头有个OnDraw的函数 那 这是 这个函数呢 就是I的部分 就是整个体系的一个I的一个设计 那每个类别呢 那每个类别呢都会去 overwrite这个OnDraw的函数 因为它是用来支援这个IOC的一个机制 来从G类来调用纸类 所以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只有这个Vue的角度呢 现在只是看出来 这个Client在哪里了 原来 在Android的框架背后 相对于这个TN模式 它有一个Client叫做VueRoot 那这个VueRoot呢 会调用这一个TemperateMessor 那这一个TemperateMessor在调用这个I 这个I 所以 这个基本上 Draw呢 是属于Client接口的一部分 叫做CI Client接口的一部分 那这个是OnDraws I 所以VueRoot调用Draw Draws调用OnDraws OnDraws在调用这个 子类的OnDraws 就把这个画布 把它传回来 原来是 这个VueRoot的背后 还接到一个叫做WindowManagerService 简称叫做 这一个 WMS的一个类 它跟它 然后背后 还有用 叫做Surface Fringer 这样一个类 然后才要到这一个Buffer 就是画图的Buffer 画图的Buffer就是等于叫做Cavers 就是画布 也就是说 这一个VueRoot呢 它要求底下的 这一个系统 包括WindowManagerService 包括Surface Fringer的 然后去要了一张画布 之后呢 会调用这个Draw 把画布传回来给Vue 然后 这个Vue呢 再把画布呢 再传到这个子类 因此呢 你的 小写的APP 就可以在画布上 画图了 那 画的图呢 现在直接画布上 所以就直接 投射到 这个缓冲区里头 就直接 投射到 屏幕上 这个 显示出来 它的机制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们在一般写子类的时候 我们只写的 看到的是T 对不对 看到的是T 就是MyView的部分 MyView的部分 我现在只是把上面 透过EIT跟设计模式 让你 除了 关心的是T之外 也能够关心 这个I 加上了E的部分 这样子 让你有一个整体观 了解到框架的部分 跟AP的部分 然后透过EIT 来了解TM 透过TM 这个来了解 整个框架 所以从 类 一直到EIT造型 一直到设计模式 一直到 是一个框架 让你有一个 非常完整的 一个架构实际的思考 但是 在我们 传统来讲 只看到的是APP 所以只看到的是T的部分 但是我们过去 开发者跟架构师 很少对于 这个G类的部分 也就是E跟I的部分 去做更深刻的了解 所以只能了解一个尾巴 那么这里 就是透过EIT 让你去看守出来 其实T只不过是 猫的尾巴 那么E跟I 才是猫的身体 猫的身体 OK 这是 猫的 这个 Body 这是猫的Tail 过去 只看到 猫的尾巴 对不对 现在给你一个完整的 一个猫的 一个体系 所以这里只是当你了解 T的OwnZoWO OwnZoWO其实就是 定义在View里头 那 写T的人呢 就自己实现 这个OwnZoWO 实现OwnZoWO呢 因为 他在这一个 G类 调用纸类的时候 会把画布传下来 所以 这T的人 就可以直接在画布上面 设定 画图的颜色 对不对 来 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使用 这一个笔 从哪一个点 画到 从这个点 画到这个点 画出一条线 OK 所以一般APP 只看到的是T的部分 但是 我们要希望架构师 跟开发者 能够更了解到 这个Cabas 是 其实是透过一个 EIT的造型 而送过来的 OK 那这样就可以 画出这样的一个图形了 那 这就是 我们的 所谓 View的一个部分 那背后的机制 其实就是有 这个 View的 类 还有 这一个子类 叫做 MyView 然后 之间 背后 还有 ViewRoot 这样的一个 整整 等等的结构 所促成的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 这样构成一个 EIT的造型 所 组合出来的一个 T月模式 那 各位就可以 从原来 只重视 一个T 现在 变成重视到整体 慢慢的 你就学会了 这个架构的 思考了 好 那我们再来 看一下 这个游戏的循环 来 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 在游戏当中 我们都会设计一个 叫做Game Loop Game Loop 那这个Game Loop呢 这个例子呢 我们是 这一个 体验模式的一个扩充 所以我首先 来说明一下 游戏的基本动作 就是不断的画图 而且不断的刷新 这是游戏的基本动作 那么 我们刚刚知道了 OnDraw 会把画布 传过来 所以呢 我们就会 不断的在画布上面 做画图 而且 不断的刷新 这个 画面 不断的刷新画面 也就是说 当我们 有画出新的东西的时候 赶快去更新 这个画面 这是 屏幕 这是 画布 当我们在 画 画布上面 画的图的时候 再赶快去更新 因为在Cabus背后 背后呢 有两个 缓冲区 有两个Buffer 一个叫做 前景 一个叫做 Front Buffer 一个叫做 Background Buffer 它是两个 一直在更换 你画在 F这个Buffer 那 V是正在显示 当你 把这一个 画在V的 把这个F 画好了之后 再把这个 画面 转变过来 就被F的东西 就呈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 就叫刷新的动作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画F的时候 其实在显示的是V 刷新之后 换把V的 换把F的显示出来 你换来画这个V的 OK 它是 游戏是不断的 通过画布 跟Buffer的这个交换 不断的刷新 这个画面 就变成一种动画了 所以 在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所说明的 就叫做 W MS 背后呢 是叫 Service Fringer 那这个背后 才是 缓冲期 就是 画布来源的 这个Buffer 所以在游戏当中 刚刚 我们只是看到的是 这两个 Zor 有没有 这是 Zor Core On Zor On Zor 在扣下来 刚刚是看到这一边 就变成一个 叫TM模式 这边 由EIT 构成的一个 TM的模式 那TM模式呢 可以再扣大 再扣大做什么 再加一个 Invalidate 给子类来调用 那Invalidate 它就在调用 这个ViewRoot 调用ViewRoot 做什么呢 它要再往下 叫Windows Manager Service 再往下叫Fringer 来换Buffer 换Buffer OK 所以 换Buffer之后 它就等于画面 刷新了 刷新了 所以 这个 我们的T 就不断的被调用 调用之后 我画图了 画完图了 再扣一个Invalidate 再扣上来 扣上来 它就把画面 再刷新 为什么 我又画了新的东西了 对不对 刚刚画一只猫 现在画一只蝴蝶 画完了蝴蝶之后 然后叫它画面 刷新 也就是 换缓冲器的意思 OK 那这样就构成一个 所谓的 游戏的 一个循环 叫做 Land Loop 是这样来的 OK 这就是有TN 把刚刚的 这个简单的 这个TN 的一个 结构 把这个结构呢 再把它扣大 再把它扣大 扣大就变成 这样一个结构了 所以 有EIT 变成TN模式 再接以TN模式 再把它扣大 扣大 那扣大了之后 就变成我们的 框架了 我们框架 所以这里 让你学会的 类 是最小的 造型 你看这里有几个类 三个类 然后 再大的造型 叫EIT造型 之后呢 再把它扣大成TN模式 之后呢 再扣大到 整个 这一个 Game Loop 的一个框架结构 所以 有大到 有小到大 让你练习 做组合 记得 无论 类跟 造型 跟模式 跟框架 都是你的 基本的概念 那么 要组合出 像Game Loop 这样的一个 有意义的创新 这个才是 你身为一个架构师 所要学习的 一个组合的技能 那这个 可以看得出来 OnZor 有没有 这是刚刚 看到的 一个 画图的部分 那画图的部分 已经知道了 那画完图了 这边你看 这是把 在画布上 画了一个 长方形 画完图之后呢 再 来调用 基类 的Invalidate 调用基类的Invalidate 那 就是在这里 就基类的Invalidate 把调用它 那么 它就会促成 这个 缓冲区的 一个换新 也就是画面的刷新 OK 那就一直循环 那刷新完毕之后 它又把新的画布又送回来 让你再来画 OK 所以你就一直画 一直画 OK 这是Invalidate的一个作用 让它从 这个换这个 缓冲区 刚刚有讲过 缓冲区有两个 一个叫F的缓冲 一个是V缓冲区 对不对 那么 你在画F的时候 它在显示V 你在画V的时候 它在显示F 所以你画完的V 就可以叫Invalidate 它就 把缓冲区换了 它就 屏幕上就可以看到你最新画的图 然后 它会 当你在显示V的时候 它有F 的 这一个 会把F的 这一个 K-verse 就发布 再送回来 送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 再画 新的图 OK 所以 刚刚 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现在呢 我们 这是 另外一个例子 OK 好 这个部分 就把它跳过去 因为这个部分 只是一个 画面而已 然后就 形成这样的一个 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钟 在画面上 一直的转变 一直的转变 好 那我们可以 看得出来 在 Android里头 的框架当中 到处 都可以看到 有EIT 再加上一个 迹象函数 所过程的 提案模式的应用 例如呢 这个跨境层的 IPC 的部分 它有一个接口 叫做 I-Mind的接口 那 这个I-Mind的接口呢 背后是有一个 G类 有一个G类 叫做Mind 有一个G类 叫做这个Mind 那Mind里头 就有一个 这是 迹象的函数 它来调用它 它来调用它 调用这个Transact OnTransact 所以 基本上 这就是一个TN模式 背后 也是一个EIT的造型 OK 这是 大家 只要写过Android的代码 都会用到 这个I-Mind的这个接口 用到它 OK 那这个就是EIT 那EIT 其实 它就是组合出一个TN模式 只是加上了一个Transact 的一个Temporary Messer而已 好 那 我这里就是 讲到这里为止 让你 熟悉 这个 EIT 怎么组合出 TN模式 接下去呢 我们待会 会再挤 另外一个 这个 设计模式 来继续 引导你 来练习 做组合创新 的 这个技能的修炼 OK 谢谢